新北市的金卡戴山 哈囉表弟妹 歡迎收看表姐昂來 今天的來賓又是我的私底 因為你知道我人稱什麼來 QQ那個導播人稱什麼 金卡戴山新北市的金卡戴山 新北市的金卡戴山 不准剪掉 新北市的金卡戴山對不對 你看我們導播緊張什麼 剛剛還對我重八八啊 對因為我人稱新北市的金卡戴山 那因為今天這位來賓呢 他跟我一樣就是也有在重訓 然後他重訓的深度跟廣度 應該比我還更強 那因為他住內湖 所以呢我就來封他為內湖區的 金卡戴山 讓我們歡迎Gina 哈囉大家好 我們就直接對鏡頭 直接講 不太好意思 可可可可 我跟你講一定要叫我們就S 好一二三S 這樣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 屁股怎麼 來我們先走進去在邊走邊聊 嗯 屁股練多久 屁股練多久 兩年多吧快三年 真的很苦對不對 我看超苦的啊 超級苦 比吃苦藥還苦 真的而且 你有沒有每次重訓完 我都有一個錯覺 就是我今天被車撞 盒子被車撞 飛機的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不是 你有沒有看到你結巴 你們不用結巴 這個下樓梯的時候 就希望有人參扶著你 對 我們就是娘娘你知道嗎 就那種瞬間推卵那一種 不是前夜晚跟猛男大戰 是 自己跟自己大戰 剛剛你們大戰了 對跟這些器材們大戰 欸這邊真的是還蠻漂亮 比我去的每一間都還高級 真的很漂亮 對比我去的每一間都還高級 好我們好好來探索一下你運動的人生 OK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因為 因為我們兩次運動的人就是習武之人 所以我等一下時不時代訪談的過程 你知道 對邊這樣 邊展現自己的立於眉 你知道一定要這樣 而且你知道我肌肉還沒有很明顯 所以如果要拍出有肌肉的話 那個燈光我都要 你知道我燈都會有許巧 我跟你講就畫陰影有沒有 對這邊 就畫陰影 你的書有畫嗎還是真的 沒有 你看你是真的啊 我看那個外國都會畫陰影 對啊因為有畫手骨 對 畫手骨之類的 對因為我們這些肌肉有一點點淺 有一點點淺 所以有嗎有嗎 有 我們對鏡頭有嗎 導播有沒有 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有嗎有肌肉嗎 因為現在剛好見這光 有有你很有 你非常有 你非常有 因為你剛出了一本新書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本新書你到底要跟大家講什麼 我在講我的39歲以來的人生 然後探討自己生命的本質 我現在講話會比較深喔 謝謝 可以可以 我這個節目最有什麼深度 好不好最有深度了 你的人生髮夾彎耶 從那個賣衣服的老闆 然後變成 算是運動界的一個新的領袖 也不敢啦 在你面前我怎麼敢呢 不是真的啊 我是綜藝 我是綜藝好不好 好酸啊 我是綜藝界的領袖 我完全沒有跟你們拼的意思 然後呢那你這本書裡面有告訴大家 什麼樣的觀念嗎 就是其實 我覺得要探討自己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而不是一昧的追求說 天啊我好喜歡表姐的屁股 為什麼表姐講話 可以這麼風趣 我想要學她什麼什麼巴拉巴拉巴 那你就想要成為表姐第二嗎 不是 其實你是想要 想說你要怎麼做 才可以跟表姐一樣好 那你就要去探討說 你要怎麼去改變自己 然後愛上自己 而不是愛上別人 所以你這本書其實不只是 完全教說 我現在告訴你怎麼減肥 其實 那個是富家了對不對 對 就是你要告訴大家說 你要找到自己 適合的身形嗎 還是你想要的人生 都有 都有都有 然後最重要的是說 這本書就是說 首先你就是要愛自己 因為其實很多女生 她並沒有辦法愛自己 尤其是結了婚 有小孩之後 一定要 一定要胖10公斤起跳 一定要胖10公斤起跳 然後她喪失了自己的人性 對 而且一定要 一定要被老公拒絕心房 好好讀好 那時候不知道讀哪個節目 就是很多人就說 就是老公不碰她啊 而且3秒馬上變潑膚 對 她常常每天都在攝影這些劇情 對 她就沒辦法 以前她可能愛畫畫 結果結婚知道 畫畫是啥 她來的時間那一種 好 那我先坦白問你 就是變成這個 nice body之後 老公會不會對你更有興趣 因為畢竟你跟之前的身形 不太一樣 我可以老實跟你說 以前我很怕歪欲 但現在我覺得 就算你歪欲我也無法 反正你還是有下一個啊 是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我們找得到下一個 對 因為 其實講坦白話就是 因為台灣語裡面寫到一個 很重要的一點 我真的覺得 完全講到我心聲 她就說 就是她很討厭聽到男人 就是台灣的男生 很愛開女孩子身材的玩笑 對 所以說你看那個肥屁股 我的天啊那不是三層肉嗎 什麼虎貝熊來了 我跟你講台灣男生 最喜歡叫台灣胖女生什麼 哥吉達 就酷斯拉哥吉拉 但是就這些人的那些男生 他們肉都是鬆的 超級車的 而且我剛剛說你肚子越大的男生 最愛取消肚子大的女生 對 然後他們很無聊 他們完全不在乎自己 也是一塊控肉 他們不在乎自己是控肉 他們覺得自己這樣很可愛啊 對 他們完全不在乎 對 然後他們用非常高的標準 來檢視女生的身材 很安 很安嗎 對不起喔 剛剛罵到他什麼事 他連開車都可以看到 馬路上那女生穿的裙子 或是短褲 很不OK什麼 他就可以馬上講出來 靠我壓力很大耶 可是你現在這樣子 他應該不敢講你什麼了吧 他不會 但是他會講說 你昨天穿的那件衣服很不OK 你應該要怎麼配什麼之類 因為他對服飾很敏銳 跟很敏感 因為你以前做那個衣服 對我就覺得好煩喔 其實有時候我就只想要 我只想要那個 隨便穿 然後穿得很邋遢那時候 不要說你不會 我也是會啊 那你以前胖的時候 他有行過你嗎 就更險啊 那你沒離婚也是很厲害 就講話很比你還直接 沒離婚也很厲害 就更險啊 那時候就會覺得 你看喔 會變得沒有自信嗎 你就活在他陰影下 你就真的活在他陰影下 所以我就會覺得 你要這樣一輩子嗎 因為我覺得不太 我不太可能這樣子一輩子下去 對 因為你畢竟還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就覺得自己很漂亮什麼之類的 大家都會想要 你就是另一半的女王 對 對 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是另一半的仆人 對 後來你開始有這個body之後 他對你態度就是 他也卑躬虛褻是不是 是也不會 但是最起碼就是 我覺得好像真的就是 你從內在改變了自己 那你改變了自己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你不會再無畏 也不會再怕 你就變成無畏無懼這樣子 然後 你也不會去想說 他底下單獨出去 會不會有女生喜歡上他 他什麼時候之類 我以前就都會這樣子耶 真的 好白癡喔 我懂我懂 好像 看我老公長得也不是很帥 就一天到你覺得說 會不會別的女生喜歡上他 你會不會這樣過 我是沒有 我是不會耶 對 但是大部分女生都有這個心情 大部分女生都會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大家真的 不要再保持好心情 你越是這樣子 你男人就越優越 對 因為他會覺得就是 你沒有我會 就是你的世界會崩毀這樣 一家送 對 那現在沒有了 我跟你講現在送去之後 我們 先講一下 因為你沒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你說就是80%的痛苦 要建立在20%的快樂下面 對 非常重要 那你的定義那個20是什麼 因為我有我的定義 你有我的定義 你先說你 我的定義就是我很愛吃 所以80% 一開始減肥真的是很痛苦 我覺得那真的是80% 真的是休息 真的是休息 真的就是 其實我覺得去無人島 是很適合減肥的事 對 因為你要自己砍柴啊 然後在海邊跑去之類的 對 那個一直在消耗了 但我們不是在無人島 我們在台灣 對 很嚴格的台灣 所以你就是 你看別人吃 如果在減肥中 你也是不行 對 所以我的 台灣人都口口吃耶 真的 沒有太客氣是真的口口吃 亞洲最胖 對 我們是最胖的國家嗎 亞洲最胖嗎 你現在馬上可以鬧 想出來誰比我胖 好像是大陸 對好像大陸也比較 有比較多胖 因為人口多啦 因為人口比較多啊 對 不能這樣算 對 因為我們那個 之前在 事件在統計的時候 是亞洲是台灣最胖 蛤 好丟臉喔 怎麼那麼丟 我不知道 怎麼那麼丟臉 日本最瘦 真的喔 但是日本人沒在運動喔 他們很少運動 都會好過分的民族 因為他們都吃很清淡吧 因為他們 對 一個是清淡 但是他們炸物很多 我超愛吃炸物 對啊 那他們DNA的問題 我20%的快樂 快樂是來自於炸物是不是 對 有一部分 20%裡面分幾%去給炸物 10%吧 我就喔真的 我沒辦法忍受前輸雞欸 怎麼吃這麼好吃 真的好煩喔 好煩喔 你們講這種DNA大樂透 對不對 我們就是都沒有這種DNA大樂透啊 我就不是那種人啊 對 不是 十萬個只有一個 對 但是每個人對20%的定義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是什麼 我也有一部分是吃 然後再來有一部分就是 真的就是可以挑男人 就是可以挑到比較好的 是真的 他講出所有女性的心聲 對 是真的 你有資格就是挑男人 唉唷 肥妮一直點頭 對 因為 怎樣 你也有這困擾嗎 就是她朋友兩邊 因為真的可以挑男人啊 對 而且因為像 像我可以 其實老實講 前陣子就也是有 譬如說別的男生 然後他就是你傳說中那種 身高矮地瓜 你知道嗎 身高矮地瓜 然後身材呢 就是是個冬瓜 這樣就是 然後他就是也是 嫌你說 唉 你不要這樣穿好不好 你看你很大隻什麼什麼之類 我想說 你才去給我穿矮子LUB 你好矮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今天沒有運動 或是沒有維持我的美貌的話 我今天就放任我自己 變成大胖子的話 我今天就被那些男生給摧毀了 真的 沒有錯 而且 而且我覺得說 至少我變這樣子之後 每個胖 每個 我真的是男人 嗯 但他們看到我 其實真的都覺得說 自己該去運動 對 真的 誰會在我面前講說 怕這個字 對 真的 那 真的不會 因為我們那個 我們的力氣應該比台灣 蠻多男生都還大了 真的 好像是 因為男生好像就 我跟你講你一定可以公主 幫你老公 你一定可以 你一定可以的 我跟你講我老公真的很 我想說這樣怕老東西 你知道怎麼拿嗎 嗯 天啊這個太重了 我沒辦法拿 你有看到這兩個勺子他嗎 這個太重了 我沒辦法拿 他真的很過分 各位男士 拿東西是架子拿好嗎 他真的很過分 你 那你怎麼沒有 你怎麼沒有辦法 影響你老公家去運動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有運動啊 但是他對他們男性而言喔 我拿的重量是這個 不是 不是你的菜 我跟你講 不是架子拿你的菜 其實好像超多男生啊 就你聽到那邊叫超大聲的 哇 然後想說 到底多久 就一看 超輕 超輕 而且有時候他常常嚇到我 沒有 然後我就 對然後你想說 到底多重 到底多重 都超輕的 你知道嗎 然後我在國外的健身房是 砰 喔對 超大聲 然後我就 他們都會丟器材 對然後我也是會嚇到 後來小小說我自己是要來丟一下 對但是 但我女生 我們女生聲音都比較小一點 我本身沒有聲音 那既然都講到那個重訓了 我們人 今天就一定要讓你示範一下 有什麼特別的器材 好這邊有很 蠻兩個我喜歡的 好我們來瞧瞧 好因為這一台器材呢 雖然就是很少見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示範這一台器材呢 還不就是為了賣弄我們兩個的知識 對 為了賣弄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這很特別這台 有嗎 有有有有 有腹肌腹肌 來 示範一下 又不是在那邊一直 對 來坐上網位 那那個因為很多 不管男生女生啦 因為你的 好你的粉絲大部分都女生好了 那還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這台很威 但是 我們女生到底重訓 如果她今天就從來沒有重訓過的話 她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要注意什麼 她從來沒有重訓過 對 因為一定很多人問你啊 就說我沒有重訓過 我要重訓怎麼樣 第一件事情就是 找教練 教練 對 不要想自己對不對 不要想自己練對不對 你自己練的話 你不曉得對她怎麼做啊 必受傷 或者受傷 對 而且 肯就 做一次就不來 對 必偷來 那看超多人在健身房啊 在推那個腿推的時候 還可以看手機 沒有 我們在推的時候是不可能看手機 沒有 而且有些人她還會這樣子亂動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可以這樣 一直叫歡樂 很歡樂 他們都很歡樂 我跟你講 那今天在節目裡面呢 示範這台機器 就純粹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 進過這台機器 所以 我們兩個自己私心想要示範這一台 而且她連名字都沒有 我跟你講你就示範給大家看 你說你給她取下什麼名字 就什麼 那個 無重力的腹肌 那個什麼 核心訓練 對 核心訓練 這很像無重力的狀態 我從來沒有做過 而且我覺得超屌的 超屌 我跟你講這還超威 我現在要做喔 群座耍耍耍用 我告訴你 如果你們是坐在澎湖綠島金門的話 你們可能要坐的話 你們可能要買飛機過來 然後來這邊健身房 這台台灣真的沒 因為我不曉得你們真的沒見過 台灣有沒有爸爸買到這一台 我也不知道 而且 學名都沒有 我跑遍了北中南 我也沒看過這一台 對啊 我從來沒看過 好 我現在就做 對 是不是很像 遊樂器材 要往側邊 然後練到側腹 對 你有酸嗎 你有酸的感覺嗎 有啊 底下你可以 有 我看到你在抖了 有沒有 真的 有啦 有啦 有 看起來超累的耶 這台真的很威欸 而且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台就是 如果你突然跑掉一天的時候 阿XX 沒關係 沒關係 會消音 你就說 沒有練到你要練的那條線 你就會想說 好 就把他卡回去對不對 對 你就會知道說 那條線你沒有練到 你不對啦 然後你就會重新再一次 欸真的 這台好嗨喔 這台真的很嗨欸 這台真的很厲害欸 那等一下我們還 剛剛 因為剛剛那個還沒有 我覺得還沒有講完 就是跟女生說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入門 重訓那件事情 除了要找教練之外 那還有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們很茫然 你知道嗎 還是得好好問一下 買多衣服 買好看一點的內褲跟衣服 我跟你講 內褲很重要 內褲什麼時候重要 給教練看吧 不是 不是 如果你買很緊的 那種三角的 你穿這種緊身褲 喔 我靠你後面 我跟你講 卡鋼卡鋼 如果你是要去調男人的話 他光看你後面屁股 好幾片 他就會覺得 對 真的 他就會這樣 對 我想看 他到胃口了 我們穿大的事情 等一下好好跟大家講 對 穿大 但是其實台灣健身房 也沒有猛男可以調啊 沒有關係有時候會有外國人 因為有時候我去的 我是去那種運動中心 有時候會有一兩種 一兩個外國人家 我都去都沒有 都老頭啊 真的全都老頭耶 應該去不到時間 所以我都 我都抽他他了 好 我們再看下一台 這台很有趣 我們看下一台怎麼樣 好 那接下來這一台呢 就是我們兩位的強項 然後那個Gina 把它命名為 就是金卡達下機 或是JRO機 對 這一台是JRO機 就是專門練屁股的 來 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那為什麼要選這一台呢 就是一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看起來很威 超級威的 超級威的 對 這台超威的耶 酸嗎 酸嗎 而且要踢到比較高對不對 對啊 因為它來 我一定要就是 飄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雖然看起來我現在用腿的力量 可是其實它是在用 妳摸屁股 對 很硬 很硬 你知道嗎 這個莫達 這個莫達 我喜歡 嘔到很強耶 嘔到很強 我們在練這種的時候 嘔到很強 那妳有沒有那個 就是一個困擾 就是很多台灣男生 跟女生 我覺得應該所有台灣人 他們不懂就是屁股 要翹的這件事情 他們就只是覺得 我要穿S號的褲子 然後都扁扁的 蠻多的啊 對 他們不懂就是屁股 因為其實屁股如果練翹的話 你的尺碼是變大了 是會變大 你那個褲子可能要重新買之類的 對 而且穿男朋友褲也沒有到很好看 對 因為那個 就不用穿男朋友做 沒辦法穿男朋友褲 對 而且我有看到好幾個人就想說 他就是穿XS跟S嘛 那妳看他的屁股就是已經 垂到這種 就是一定是扁的 一定是到B2啊 一定要到B2的 如果他的三歲後還是那種 B2還有很多坑坑巴巴跟坑洞 變球表變之類的 對 因為他橘皮 可是你知道很多女生 他們就只要求 因為我有朋友他們 就追求出穿韓 因為韓貨就是很小間 就韓版的衣服 然後都S的褲子跟M 然後他說如果今天這件褲子 他穿到M的話 他就覺得很羞 他就不買 他就只買就是 他尺碼是S的 所以他們已經變態到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自己是M號 但是我們真的 這個都是 我是不行啦 我不能壓到我屁股 對 我覺得 我是XL 所以我沒有辦法沾進去 可是妳不覺得韓國很奇怪嗎 韓國的人明明就很高很壯 為什麼他們賣的衣服可以那麼小 都超小賤的 超不合理的耶 這個問題我真的很想去深入研究過 而且我超想去街拍他們 路上的路人 而且他們韓國女 韓國人是不練屁股是不是啊 而且妳知道我每次去韓國店 然後那老闆娘她也很老實 我說這個我穿得像嗎 她說不行你去SARA 她就說不行你去SARA 她就說不行你去SARA 之後她就說是是是 就穿不穩了 真的穿不穩了 對 他們就很肥啊 對 就想說我們是很胖 而且他們 他們的食物根本就是高油脂 高鹹高甜之類的 全部包含零食 對啊 酷酷地做這麼小 但是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不是S號女生的話 你就不如把你的屁股練翹 沒錯 對 因為我們屁股 我的屁股是比較寬的 妳原本是嗎 不是 我是扁的 妳是扁的 我是扁的 但是寬是還好 我就是扁 但是妳把它練 因為扁其實 其實也不好看耶 其實 但是好像大家都不懂 沒有 我跟你講 那個扁就是我無法說 那個扁就是 你的屁股有沒有 那個下緣 它以前不是在這兒 以前是在這兒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你越老的時候 臀越短 喔 因為她在這邊的 她就一直下去 因為她在這兒 她就一直下去嗎 欸 妳這邏輯是對的耶 妳就覺得說妳倒Q嘛 對沒錯 人老的時候 就變無比 無比這樣 但是妳屁股垂了 也是會讓妳看起來 腿很短 喔 所以我跟妳講 原本譬如說屁股在鼻土 變起來 譬如說到二樓 就升級了啊 對 妳看起來妳的腿 就會變長了 所以屁股真的很重要 超級重要的 而且妳走路什麼 妳也都是 有時候需要靠它 而且跑步的時候 也會靠到那個臀部肌肉啊 對 但是我跟妳講 如果你真的下定決心 要就是走 金卡戴山跟街肉屁股的話 台灣有很多洋裝啊 就是從頭 就套到這邊那種洋裝 我跟妳講到這邊的時候 過不了走水溪 真的 我真的在過不去走水溪 但是我接受這個結果 我覺得很OK啦 我就接受 我覺得很OK 因為像我現在我就是不穿 國貨的那種 對 我也是 我們就穿歐美的 因為沒辦法穿 因為走水溪真的過不去 然後那種 以前那種高壓褲 不是很久以前的高壓褲 不是整個都很緊嗎 對 那些我都已經穿不起來了 因為屁股就很卡 對 因為這樣買這個 這邊可以的話這邊也會太熟 但是妳很卡的時候 我知道卡到陰 卡到陰 就卡到陰 超級不舒服的啊 那要怎麼穿 就走得越來越大件啊 但我甘願 對 甘願 就是為了歐美的屁股 好 那既然都講到穿搭了 我們運動到底要怎麼樣 在健身房裡面 調到一個小鮮肉之類的 我們教我們怎麼穿走 好 來 好 雖然我的健身房都是一些 老阿嬤跟老阿伯們 但是我相信妹子們 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你們覺得健身房 搞不好會有一些小甜心們 小帥哥們 每個喜歡的人不一樣嘛 對 那我們到底運動 要怎麼樣正確的穿搭呢 好 你今天幫我們示範一下 到底要怎麼樣正確 當然我的方便性也要顧到嘛 我先跟你講 那天就是我的教練 就是我跟我教練在健身房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到旁邊了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健身房的妹子 就是辣妹們 他們這個一定是綁這樣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要這樣綁 他們全部都綁這樣耶 每一個 或是IG上的女生 我告訴你 她想要打卡拍照是不是 對 他們每一個都這樣綁耶 然後我教練就我說 為什麼你不這樣綁 我說這樣衣服會壞掉 你看我們這種 沒有要勾引任何人的人 不是 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都這樣綁 因為這些品牌的衣服 其實不便宜啊 對 他們都照綁耶 對 他們可能是買的 比較便宜的那種 沒有 他們都穿明保 也是都是有品牌的 還是我跟你說 還是說 為了要調帥哥 毀了一件衣服也無所謂 我覺得應該是 那天可能有遇到什麼 比較吸引男生 對啊 我不懂為什麼要這樣綁 因為如果你要這樣綁的話 你為什麼不去買半截的 對 他們沒有 他們都一定這樣綁 我相信你們去放IG 絕對都是綁這樣 你跟我一樣不綁對不對 我不太會綁 因為如果真的在運動的話 如果你綁的話 我覺得不綁便 看容易拉扯或什麼之類的 對 我覺得很方便 舒適感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拍照的話 那就綁吧 那就要綁 而且你應該穿更緊身 對 如果你今天要拍照的話 或是如果你今天 真的要調一個男人的話 就綁吧 那就是成本 你要付出的成本 沒有啦 那個也 我跟你講 那個有沒有 綁起來 然後那個擦汗的時候 我就 我都會這樣 你都這樣擦汗 這麼Man喔 我有時候會這樣擦汗 已婚就沒差對不對 已婚沒差 在監視房不需要有宴遇 對啊 我還能幹嘛 對也是 就直接這樣擦汗 我還能幹嘛 天啊 我還想來 放中餐主 真的 因為他剛剛 剛剛我們在錄影之前 來說一下你的經典名言 就是女生結婚什麼 回一半是不是 女生如果結婚就是輸一半 生小孩就全盤結輸 有沒有 很恐怖對不對 因為我就是一直在我節目倡導說 不要結婚 你看 婚紗今天人都會恨我們 拍婚紗都恨我們 來跟我們講一下女生到底要 好 我今天就是不懂重訓 我要怎麼樣就找到 適合我自己舒服的那個 穿搭跟衣服的 首先呢 如果呢 你的上半身很寬的話 比較胖的話 可能就是 因為我們兩個是上半身算瘦 如果你上半身很大的話 你就不要再穿這件 不要穿這件 就更胖啊 因為她鬆垮垮是不是 因為她鬆垮垮 對 因為她鬆垮垮之外 她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腰身 可是有人會說 可是那個GinaGina 可是就是這個 鬆垮垮看起來很舒服啊 對 那你就如果今天 你不是贏掉男人的目的 你就真的是去運動 但就可以穿她 對 她一定是舒服 對 她一定是舒服 對 但可能就是 晚上就自己回家 就是沒有辦法去別家 對 那這件呢 這件應該很辣吧 這件超辣的啊 對 但這件就是 我覺得說 不管你是胖子瘦子 她都是可以穿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種衣服是我最喜歡穿的 第一個 它後面很細 那後面很細的話 如果你穿 這種好 我會配這種有交叉的 我會配這種有交叉 因為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有太多線條 在後面 我懂 對 它就是這樣子 剛好一樣配這條細的線 對 那你就這樣子 兩個這樣加起來的話 你的那個肉 是不是覺得肉出來比較多 對 你就不會覺得很胖 因為如果你把你的肉包起來 全部包起來的話 它的視線就整個 就是你的衣服 這個衣服塞本來你的肉 但是你這個是 你真的是看得到 你背後比較多的嗎 可是不對 我覺得如果你叫一個 就真的今天 譬如她80公斤 然後她要開始減肥的話 你叫她穿這個 我覺得她應該也會受不了吧 告訴你 真的可以嗎 你知道80公斤 要流多少汗嗎 真的嗎 很多汗是不是 我知道要流很多汗 不然80公斤穿這個可以嗎 它可以啊 反正舒服就好了啦 算了吧 它會很舒服 對 重點是覺得它很厲害 而且80公斤 你要買80公斤的size 不要去買size之類 如果你要穿進去的話 大家可能會退後100步 對 是沒錯 而且我覺得你順便講到 一點很重要的是 你就是比較推薦女生 穿這種後扣式的運動內衣 對 因為那個脫的時候 會比較好脫 超殘 不是 因為你知道 真的是流汗的時候 脫是真的有這個 本來是好好的 因為一脫變乖掉 不能運動的教練 對 而且 因為你重訓完的時候 你手就已經很痠了 然後你還要再做這個動作 真的 真的很痠 那個真的是很煩的事情 因為我看了你的書之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要去買後扣式的運動內衣 我到現在還沒有 對 前扣的也可以 前扣也可以對不對 對 維多利亞秘密有出 真的喔 好啊 那我知道 然後還有像 我自己喜歡的像這種 這就是維多利亞 這個超那個 這後面 還是這是前面 這是前面嗎 這是前面是不是 這是後面 就是說 有些女生她比較保守 但是我告訴你 內心越保守 女生其他就越燒 真的嗎 你有沒有察覺 我不知道耶 你說內心保守 維茶瓢之類的 這我懂 維茶瓢之類的 維茶瓢類的說 沒有 我不 我不敢穿 很露 結果他可以吃下去穿這樣 真的 對 不然你要更露的話 你就是在穿前面 快就穿這樣 然後我覺得 這感覺超涼超舒服的 很舒服 然後 他中間就是要一條 一種細細 就像 就像剛剛那一條 那種繫帶的 對 運動內衣 穿繫帶運動內衣 你就這樣落眼落眼 性感可以可以 超好看的 然後像這種 配這種高腰 中高腰的有沒有 中高腰的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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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可 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這個褲子 一定要不要穿太 這邊穿太緊 你知道嗎 這邊 這邊會有一個三角洲 不好看 一定要穿太緊 對 三角洲真的不好看 駱駝子不好看 一定要穿剛好的 嗯 我覺得 後來我有發現 我也覺得不能穿太緊的 那這種 像我其實不太敢穿這種 有花紋的耶 因為我會覺得我自己看起來很費 你說是不是 我現在也是很少穿這種東西 對啊 這個真的是王莉亞 因為我每次看王莉亞的時候 都覺得好好看 對 這個我覺得是挑 很瘦的女生 這個就真的 就對自己非常有自信 你這個我覺得 這是已經要健身 我們等一下也不能說 健身很久啊 這個王莉亞我會穿 重要場合的時候 就比如說 因為它是很好看啊 那天要拍影片 或是那天要幹嘛 所以我穿一穿 那其實平常我就會穿 像我現在這樣 對 這是在淡的時候可以穿 其實這個我也不太敢穿 因為有些女生 在穿這個褲子的時候 外面還會再加一件短褲 你以前會嗎 不會 是我以前會 因為後來我就覺得 因為好像沒必要 有一次覺得說真的不用這樣 我真的覺得說 你知道就是因為 大家都會加那件短褲啊 然後導致先生還出夾兩件 對 那天我去那個 裡面還有一件內褲對不對 我剛剛快說不了了 裡面有一件內褲在裡面 對 我就覺得說其實 如果你是身體起來的話 其實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身體起來的時候 我也會這樣穿 我今天是身體起來 對 那其實有時候身體起來 我外面會加一件 但是如果說 你一直要這樣加的話 你會 對你自己 還沒有跨出去 有自信的那一步 你為什麼要加 因為屁股不好看 對 因為以前我會覺得 這邊不是很好看 一定是 你對你的下半身 你覺得有問題嗎 對啊 為什麼要穿 要把我肚子遮住 我不是有腹肌嗎 就因為最近吃比較胖一點點 所以腹肌沒有 所以如果 如果今天沒有吃的話 就是綁到這個對不對 沒有 就直接就是那個 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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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兩節 兩節給你談話這樣 這個一定是有問題 那你如果說 你已經很勤勞在練屁股 你很勤勞在健身 你就不要再穿那種夾兩件 首先挑好你的內褲 挑好適合你自己的 你不要穿過緊 你不要穿過鬆 我覺得這樣就OK了 就是內褲不要卡出內褲痕 你剛才強調這件事情 這超級重要的啊 真的不要卡出內褲痕 我自己以前看 應該還好 還好 今天穿內褲 我穿五痕了 對 內褲先我本來 對 然後再來就是運動內衣 最好是有扣 沒扣的也可以啦 沒扣的就是 就是脫的時候比較累而已 等汗乾掉的時候你再脫 對 然後其他就 褲子這個就 很有自信的人在穿 然後沒有自信就像我一樣 全黑 我每一件都全黑 每一件 對 每一件都全黑 我最愛穿全黑 對 而且我跟你講 以前都會想說 天啊天啊我要當個運動辣妹 然後都買很多螢光色 我跟你講超難配 哈哈 千萬不要買螢光色 超難配 它就只會出現一次而已啦 對 你知道沒有 腳好像跟鞋子都不搭什麼 尤其是之前LIKI出那個 就是褲衣 超多的 每個人都一件你看 就千千都沒在穿 我都想說 最後就是全黑全素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 放棄當運動辣 運動 運動螢光辣麵這件事情 因為 除非你真的很會搭配 你就可以買螢光 不然就全黑 對 而且對自己真的是超好自信 而且你皮膚真的要一直維持那個黑度 對 對 後來我真的就算了 你看我們兩個今天很像嘛 而且我們兩個沒有約好 是灰色陪黑 安全牌 沒有運動久了 就走安全牌路線 沒有 而且 而且 嗯 你是嗎 那怎樣 我都只拿衣櫃就上面那幾件衣服穿 對啊 就這幾件輪啊輪去啊 後來那些螢光的全部往最裡面塞 對啊 真的 在本身上都是衣櫃上面那幾件 因為真的沒有時間 但螢光是好看 只是我發現我沒有辦法handle它 我就不穿了 我曬黑的時候我才會handle它 對 因為黑皮膚配螢光超好看的 對 那你最後 白的話我就不會了 現在就不會了 我現在這膚色我也不會 因為不夠 不夠黑是不是 不夠那個對比 對啊 那你最後要不要就是跟 你的廣大的粉絲 再給他們一個鼓勵的話 對啊 因為畢竟大家那麼喜歡你 然後還是有人 躺在那邊 吃東西看我們的節目 要不要給他鼓勵一下 我覺得我希望說呢 你們常常說 運動沒辦法堅持 其實 運動沒辦法堅持 是你腦中在想 其實你只要覺得說 你現在就是去運動 No 馬上起來 你不要再想那麼多 其實這就可以堅持了 你躺著也是躺著啊 對啊 就是這樣啊 其實並沒有很難 只是在你一念之間而已 所以我覺得 就是真的一念而已 我也是靠那一念撐到現在 是不是 就是那一念而已 我沒有靠什麼事 所以沉睡中的女神可以醒來了 真的 每個人都是女神 這樣子你才可以挑男人喔 我們謝謝Gina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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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